主席各位委員 大家早 2015年的年底 我跟 國民黨籍的邱文燕委員 在這個地方 不是在議場裡面 我們三讀通過了所謂的 國土計畫法 讓這個國家的空間管理 有一個最上位的指導法律 不再只是依賴 一個計畫這樣子 那在這種狀況裡面 我們實在是很訝異 這麼短短的時間裡面 就看到行政院提出版本 這個版本裡面呢 就還拿出了 我們在2015年 年底裡面早就審議過 認為不恰當的 就是開放第15條的 讓民間業者的 這個投資 可以開啟一個 隨時可以彈性變更的巧門 其實在當初 立法的時候我們都審查過了 在那種狀況裡面呢 我們在看 連部裡面 內政部的版本 中央國土計畫法公布以後 要這個兩年 地方要提出地方的國土計畫 那部裡面 根據民 那個地方政府的反應 他們認為可能會有所延宕 會來不及 這個定出地方的國土計畫 不受到中央 中央院裡面提出一個說 能不能修法改為三年 連這個都被政委改成啊 三年不用有具體期限 只要一定期限內就可以 所以引起了許多多的這個反彈 所以因此啊 本人在提出一個修正 因為呢 我們都知道其實是沒有 地方的國土計畫 就沒有地方的分區 然後劃分 沒有地方的國土計畫 沒有地方的那個四個分區的劃設 那麼這個國土計畫法 就沒有辦法施行 所以為了這個國土計畫法 雖然2015年年底已經立好 2016年公告施行 為了讓這個法可以施行 其實我們也可以接受檢討 就是接受 內政部的這個延後一年的修正 但是絕對不能夠接受 行政院給他改成一定期限 就是永無期限 所以這種狀況裡面 我們要再一次的告訴大家 不管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 只要重大建設 或國防需要緊急避難所需 隨時都可以彈性變更 這是現在的法律就有的 唯一沒有彈性的是民間業者 他想要隨時變更 他必須 他也不是不能變更 他只需要遵循五年的檢討的 這個規範就可以 循正常的規範來 那如果國土計畫法 屬於實質的空間發展的這個規範 和計畫 如果這一個國土計畫的這個空間規劃 是可以不用遵守的 隨時民間 連民間的業者都想變就變的話 那麼這個國土計畫法 計畫法也等於不需要存在了 那跟現行的體系 沒有國土計畫法以前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在這裡啊 我想等一下 質詢的時候我們提出更多 因為在現在疫情發展的時候 你看到很多糧食輸出國 他禁止糧食輸出 所以你就會更感覺到說 國土計畫在這個時候其實是更重要的 我們要維持多少的糧食自給率 我們需要多大的糧食生產的農地的面積 然後我們需要多麼乾淨的一個生產地帶 而不是在農田正中央放了幾個工廠 然後在那裡 他的排放 我們台灣還灌排不分離啊 然後排放出來合格的水 但是卻是對農作物是有害的 然後都全部都吃到我們的身體裡面 所以要有乾淨的食物要先有乾淨的土地啊 在這種狂狂裡面要有好的 合理的國土的規劃 這就是為什麼當初我們這麼努力的這個原因 所以今天在這裡我也提出一個修正版本 我們願意配合地方政府的這個需要 我再說一次 其實十八個需要提出國土計畫的地方 國土計畫的縣市十八個而已 這十八個已經有十七個 他基本上送到中央來的超過十個了 已經地方制定完已經送到中央來了 已經超過十個 然後有十七個全部加起來十七個是 已經完成地方審議 地方自己的地方國土計畫 他們早就開會完審議好 當然有這個規劃不好的需要送到中央來 可能會被認為不移的 但是基本上他也是送上來了 在這種狀況裡面 我們我自己的版本是希望說 地方的國土計畫 跟未來的這個功能分區的畫設 都可以再延 那但是絕對不能夠永無止境的延 一定要具體的時間的限制 謝謝 謝謝我們林委員 謝謝 接著我們請民進黨團 我們各種